因为村交与志明呢 那这个郑家颖还有王欣平 他们呢就是 以前拍脱了那成年旧事 就是不被王宇接受这件事 又被翻炒了 那最近呢还说呢 这个王宇说 当年就觉得郑家颖没有出席 哇那么此言一出呢 当然是惹得郑家颖的粉丝非常不高兴呢 那么在网织上呢就狂轰他 那么之后呢 王欣平呢就带他父亲呢盗窃了 那么郑家颖就表示 啊不要那么激动啦 嗯那他就说呢 哎王宇是紧张女儿了 而且自己呢也不是没有出席啦 至少在母亲的心目中 那不知道李家颖呢又是嘴上次 看他的儿子还有杨思琴的那一段 已逝去的恋情啊